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做义工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个博物馆里面 它有非常丰富的欧美的历史文物的收藏 包括绘画 雕塑 瓷器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手稿和作品集 比如说十七世纪莎士比亚的作品集 另外还有一些图片 还有一些印刷品等等 随着我做义工的深入 我发现博物馆里面 不仅有欧美文物方面非常丰富的收藏 它在东亚的文物和文化方面的收藏也是非常丰富的 在这些收藏当中 有一部分是文物 有另外的一大部分是书籍和文件 包括很多第一代亚裔和华裔的移民家庭的档案 那其中最吸引我的一个档案就是YC宏Family的档案 它这个YC宏Family就是洪耀宗家族 洪耀宗呢 他是加州最早通过律师考试的华人律师 他也是洛杉矶中国城的创始人之一 他一生呢 就是用尽了他的所有的努力 去为华人的平权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他曾经代理过成千上万的华工 还有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 到法庭上去打官司 为他们争取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这些成千上万的他代理的案件的这些个档案呢 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他去世以后呢 这些文件就由他的家属全部捐赠给了这个博物馆 当我打开这些深蓝色的盒子 然后看到那些发黄的纸页 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一手资料啊 在这些尘封了很多年的这些个档案里面呢 我感到就是扑面而来的一股久违的喜悦和惊奇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有冲击力了 在这些档案当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的鲜活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家庭 他们走过的人生 以及他们在法庭上的问询和回答 都是那样的跃然纸上 让我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想在这些固执堆里面一探究竟 在我阅读和搜集这些档案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问题非常的令我深思 就是说这些档案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些个案的研究 但是呢 把这些点穿起来以后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 就是在早期的华裔和亚裔的移民当中呢 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家族观念 他们跟千万里之外的这个家族的连接 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而他对当地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这个融入呢 并不是非常顺利的 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这一点呢 和当时的一些欧洲的移民 比如说爱尔兰的工人 还有一些来自南美的移民呢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呢 让我非常有兴趣想去提交一个研究的课题 因为博物馆里面每年他都会审批一些课题 然后提供一些经费 一些资助给那些想来这里做研究的专家和学者 经过几个月的打磨呢 我把我的这个课题的框架结构呢 就提交出去了 非常不幸运的是呢 我的这个课题呢 在当年的审批过程当中呢 没有得到批准 虽然呢 我的课题没有得到批准 但是我也看到了课题组寄来的 那一年批准的一些个课题和专家学者的名单 这里边有很多世界上知名的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些专家和学者 他们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深耕多年 侧面上也反映出美国 其实他对东亚文化和亚裔的历史的这个研究还是非常重视的 虽然说我这个研究的申请课题呢 没有通过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收获 由于几个月来呢 我经常去到他的内部图书馆里面 阅读和搜集答案资料 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博物馆里面环太平洋及东亚文化资料搜集和收藏的这个负责人呢 他也邀请我去参观了一些图书馆里面非常珍惜的孤本收藏 比如他带我看到了明代的永乐大典 其中他们这边有一册的收藏 是关于教育的 是关于如何教育皇子 另外呢 还有就是他带我看了宋代的华严经 这是宋代的印刷本 他的年代呢 大约是1085年 距今呢 已经是900多年了 对于我来说 能够在这么一个非常近的距离下来欣赏这些珍惜的孤本的收藏 真的感觉到是三生有幸了 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 用声音记录下我们自己的故事 用故事为我们的后代记录下今天的历史 这个呢 也是口述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也非常开心的讲述我自己的人生经历 那这个机会呢 又是我和历史学之间一份非常珍贵的美好的机缘 历史学本身呢 它是非常纷繁而复杂的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自己昨天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 我们今天的故事则驻将成为我们明天的历史 作为人类 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属性 那就是我们都将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里 或某一个时刻扪心自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我们下期 Patrol